因为很多人都在传说说戒女的那个中文社长妇女 还有一个外国籍教授在独播日本 所以当时一传十三百 很多的妇女都把戒女的阿宝 贝特林日夜和她们在一起 习不暇暖也不能为身心焦脆的 勉励保护着她们不被野兽般的日军拖走强奸 但一个弱女子的力量 怎么能抵御得住一个野兽的集团 贝特林保护了不计其数的中国妇女 但她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更多的无辜女性 在她面前被带走强奸杀戮 在每天应付着这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的同时 贝特林还以坚韧的毅力坚持记日记 把自己亲眼目睹的事情记录下来 寄回在美国的朋友 从而为人类历史上继承大劫呢 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第一手记录 她的日记里边有她的喜乐 有她的愤怒 有她的悲痛 我们可以看到日军强奸 我们可以看到日军强奸 人间 轮间 中华妇女的残酷和野蛮 更看到妇女们的惊慌 悲痛和血泪 她的一种动力来源 我觉得她觉得要尽量这样一个人类力的非常可憐的意义 她要让世界上所有的人知道 人类在文明进化上为何会出现残忍的事情 她希望她的日军能够给更多人来思考 来反省 在这本厚厚的长达七十余万字的日记里 维特林如是记录了她在南京看到的一切 十二月十四日 星期二 南京沦陷第二天 我们这些人认为战争是国家犯罪 是违背上帝创世精神的一种罪恶 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力量奉献给那些无辜的受害者 献给那些家庭被烧被抢 或者那些被飞机大炮炸伤的人 帮助他们康复 但愿今夜平安无事 十二月十五日 星期三 除了中午吃饭以外 从早上八点三十分到下午六点 我一直站在小门口 看着难民们源源不断地涌入校园 许多妇女神情恐怖 昨夜是恐怖之夜 许多年轻妇女被日本兵从家中抓走 索恩先生精神过来告诉我们水溪门那边的情况 最后我们就让妇女儿童自由地进入我们的校园 同时尽可能地请求年纪大一些的妇女待在家中 以便给年轻妇女腾出地方 许多人恳求只要草坪上有一个座的位置就行了 十二月十六日 星期四 今天 世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这所城市里找到 语言学校三十九名女学生昨天晚上被抓走 今天早上我听到了数十起有关这些女孩子的悲惨遭遇 其中一位女孩近十二岁 今晚一辆载有八至十名女子的车从我们这经过 当车开过时 他们高喊救命 救命 要是日本有良知的人知道南京发生的一切就好了 哦 上帝 阻止日军凶残的寿星 安慰今天无辜被屠杀者的父母们破碎的心 保护在慢慢彻底中备受威胁的年轻妇女和姑娘们吧 十二月十七日 星期五 又有许多疲惫不堪 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 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 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 从十二岁的小姑娘到六十岁的老玉都被强奸 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 怀孕的妻子被刺激抠腹 要是对良知的日本人知道这些恐怖的事实就好了 十二月十九日 星期天 今天又有大批精苦万壮的妇女和年轻姑娘涌入校园 许多人跪下请求让他们进来 我们让他们进来了 但不知今夜他们将在何处睡觉 我从校园的这一边跑到另一边 把一批批的日本人赶走 我被急叫到教工楼 在楼上五三八房间里 我看见一个家伙站在门口 另一个正在强奸一名姑娘 十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我突然感到没有力气了 这些天的紧张与悲伤使我经历耗尽 十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我昨晚决定四个月来第一次决定 我今早将不起床 不吃早饭 不参加祈祷 也不像平时那样去办公室 今天早上 我要休息一下 在那个早上 神心俱疲地躺在床上 明明在想些什么 一个独信上帝的人 一个相信真善美 相信人性的人 四个月来 每天看到的却是人性中最仇恶的东西 看到的是赤格罗的兽性和毫无羞耻感的犯罪 在那段时期里 他的日记也隔了几个礼拜都没写 一直到了1940年4月10号 他在日记最后一页里头说到 我几乎经历殆尽 没法子再支持下去 他对爱的善概念非常强 那么在他的心目中 人类应该是一个非常和平的 对生命非常尊重的这样一个世界 对他想象的 就并没有这种残暴 残忍 强奸 这种屠杀和强迫人的认知 这样的事情 他认为是不可以的 因为他在上帝里人是平等的 人的生命